All right,亲爱的观众们,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大米与科技的神奇世界了,你们知道吗? 随着科技的发展,大米的生产和种植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吧。 首先,我们要提到的是水稻基因组计划,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项目,旨在解析水稻的基因组结构,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的生长和发育机制。 通过这个项目,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测序了水稻的基因组,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,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良水稻品种,提高产量和抗病性。 Speaking of which,说到这里,你们知道基因组在英文中是什么吗? Yes, it's genome, and the study of genomes is called genomics. 所以,当我们谈论水稻基因组计划,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水稻的genomics研究。 再来说说现代的水稻种植技术,随着科技的进步,现在的农民们已经可以使用各种高科技的工具和设备来种植大米,比如无人机、智能灌溉系统、土壤检测仪等。 这些工具不仅提高了大米的产量,还确保了大米的质量和口感。 此外,还有一些新型的水稻种植方法正在被研究和开发,比如深水稻种植技术。 这是一种在深水中种植大米的方法,可以有效地抵御洪水和干旱,确保大米的稳定产量。 好了,亲爱的观众们,我们今天的大米与科技话题就到这里了。 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次分享,更加了解大米背后的科技和研究。 说到大米,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小故事,那时候的我每次吃饭都非常挑食,但是有一次,一个特殊的经历让我对大米有了全新的认识。 接下来,我会和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我成长的小故事,希望你们会喜欢,不要走开哦,我们马上回来。